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比如说我在职场里面遇到上级对我欺压的话 我可能不会选择像盛阳这样一味地容忍 以及就是积压到最后爆发 可能我会通过一些点 然后我会去跟领导去表达 就是我会让你知道我在意这个事情 对 但是我不会直接地冲撞你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方法解决的 不要放任他不管 然后一起到最后积压爆炸 我觉得不到工作狂 但是算是热爱工作吧 我觉得这是蛮辛苦的 这是工作 我的好像 好像就是在家里 然后睡一觉 我就会很开心 真的 就是 就像前几天我们拍了 连续拍了大夜的戏 然后我就觉得 睡了一觉之后 就感觉整个复活了 就会很开心 无论是 就像您刚刚说的 咖啡 红酒或者旅行 都行 只要是适合自己 我觉得睡觉是一种方式 就是我喜欢一个人待着 然后可能也会想想 后面该怎么样 然后也会想想 前面该怎么样 哪些做的还不够好 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 我是一个很尊重 以前发生的事情 对 我觉得说 我可以允许自己 以前做的不完美 但是我接受 因为我觉得 在当下我都竭尽全力了 所以哪怕我 在最后呈现出来 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 但是我尊重它 我接受它 然后至于明天 我还是先过好今天吧 我现在基本上 每天有时间 我就会健身 我觉得良好的体魄 这个是必须的 不然工作压力 可能身体会先吃不消 其实生活里面 不像影视剧一样 每个人都可以有尽手指 你想要的 就得踏踏实实的 去面对生活里面的困难 直面它 战胜它 然后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其实也不是说 不喜欢规划未来 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说 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吧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未来 我的工作重心的话 肯定是演戏 然后是以演员的身份 去跟大家见面 我估计还是顺顺利利 健健康康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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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